另一方面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了卫生署提案的 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修正案 未来癌症末期病人如果在临终之前 不愿意接受插管或者电击这些急救 可以事先在健保卡上面注明 九年前罹患乳癌的黄小姐 一直靠着药物控制病情 不过去年癌细胞又复发 还转移到其他器官 她不仅把子宫和两个卵巢拿掉 现在每个月还要打一次化疗的骨头针 身心承受痛苦 因此她已经决定病危时不电击也不插管急救 而是要接受安宁療阻 人的走法不见得是马上走 那种的折磨在我们身上 尤其癌症病人 身上的药已经用太多了 黄小姐选择放弃急救的安宁療护 17岁的儿子也表示支持 因为从小她就眼睁睁看着妈妈因为药物负作用 吃不好也睡不好 心里实在百般不舍 这样子还不是要再等于 再让她身体再受一次伤害 那还不如就让她安心一点的走 很多人误以为把病人送到安宁病房 就是放弃治疗 其实不然安宁照护是尽量让癌症病人减轻痛苦 让病患最后有尊严的离开 因此卫生署将提案修正 安宁缓和医疗条例 让癌症病人可以在IC健保卡上 助记安宁缓和医疗医院 我们的医疗同仁 我们的医院能够从健保IC卡这边了解到病人本身的意愿 卫生署表示这样不仅可使病患的医疗自主权 获得充分尊重和保障 也可避免癌症病人在临终前让家属去承担是否进行急救的决定 而这项修正草案将送立法院审议 一旦通过就可正式施行 记者赖水旭启峰特约报道